今晚虽然一枝功在现场 但是没问题的 依然有很多话题继续会跟大家谈 一定是很充实地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恐怖在线 好了 欢迎来的收听收听 依然在不同的平台上 ammanpun.com bigbigair.com 我们的手机 Big Big Air 还有就是Hotbase的专业 Facebook的专业 好了 今晚究竟有什么要听到呢 其实有很多资料 包括了什么 现在数一次先 最近讲到九龙城 Gary那单凶宅事件 都引起很多的回响 也有很多朋友因为这一集 而变成我们的收费的会员 我真的很感激 这个数字也挺意上不到的 我真的要请Gary吃饭 这件事真的没得说了 好了 还没完 也打算昨天在最后的部分 交代了现在究竟有什么人住 那些情况 因为有个听众朋友的朋友 就在那里住了 给了个料 这些是付费的才能听到 实际上有什么 我昨晚交代了 那就不说了 但原来呢 刚才在周快元师傅的 玄学节目里面呢 他竟然找到一段片了 那这段片呢 就记得回了 原来曾经那天 Gary上来的时候呢 他就把这件事 就说了给张家辉听 那因为当时 张家辉要拍一部 灵异的电影啦 那将某些的情节呢 就应该是拍了在电影上 那在《苹果洞新闻》 他做宣传的时候呢 原来曾经说过 这件事出来 那不用播了 待会先吧 待会先 在Gary口中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他又怎样演绎呢 这个个案 不然都 当少少花边的东西听一下 这样吧 好了 那就会听到这件事啦 那说过这些空宅的话呢 有一件事 应该是去年12月呢 有一位曾经跟过我们 去台湾团的一位朋友 Karen 这个Karen我很记得 因为我相信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节目 朋友都会记得的了 那他两年前跟我们去的时候呢 就是 林那个冲花梁的时候呢 就 正所谓鬼上身 就是点了地 那他曾经打过电话来呢 就说过他有一段时间呢 在北角 就租住了一座大厦 而这座大厦呢 就非常之猛的 猛到呢 原来大厦里面呢 有很多 很古怪的 怎么说呢 不可以是古怪的 因为这么说 他大厦里面呢 是很多被人拜神的地方的 是的 不知道多少楼又可以拜什么 多少楼又可以拜什么 什么样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而令到这一座楼呢 就 古灵精怪了 亦都有些跳楼事件发生过 那接着 刚刚收到一位朋友 他回应这座大厦 有些资料 那直接他拍了很多 那他拍了很多 呃 呃 拍出来呢 就说给这座大厦的人 那如果你想拜什么 就要几楼吧 拜什么就是几楼吧 那样 那样 有些这样的东西 那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些资料呢 是真的 有单跳楼的事件 那样 有些人呢 就拍了一张照片过来 就说 在乘客的部分里面呢 有些链 好像呢 就被你拉住那样的 那 有人估计啦 当时又说 啊 会不会可能呢 有机会 在 呃 途中 如果有人死亡的时候呢 那就拉起这些链 就让大家 不要知道了 那样 那我又说 不会的 照计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有乘客死亡呢 其实应该就这样 放他在那儿 找些东西盖住他就算了 那样 那昨晚就 有些少讨论啦 那结果呢 真的我觉得这个节目 有很多 有色之时的 因为谈论到哪一个话题的时候呢 他们是立刻可以给到回应的 昨晚做完节目呢 就立刻有人回应了说 咦 其实不是的 不是你们所说话 是有 突发事件 如果真的死亡的时候呢 就搬去那个位置 不是的哦 也都不是被那些组织去休息的哦 这个地方啊 那究竟 在鬼航空公司里面 突然间有一块链 是做什么的呢 一会儿 又会有答案了 所以我经常说 现在做这个灵意节目呢 不只是听一些 被鬼责啊 怎样鬼上身啊 这些恐怖的说法 那么简单的了 我们希望是做一个呢 是充满着灵意部分的一些 冷知识啦 又让你知道到 其实衍生出来 我们这些资料 是一个灵意节目里面听到的 那希望都增加大家 对周边所有东西 有时不知道的 是的 我们可能是 代了一些知识乐袋 这样 我觉得这个才是 做这个节目 继续下去一个长远的部分 是的 不只是听完就算的 有些可能是 我们不知道的 竟然听这个节目 是可以增进某些知识 希望会是这样的 好了 说了这么多 今晚有位嘉宾在电话旁边 跟他打个招呼 好了 就是马发卿师傅 你好 马师傅 你好 好久没见了 好久没见了 有段时间没见了 那今晚为何会找马师傅聊天 可以大声一点 我听不到你说的 好啊 现在可以吗 我先收拾一下音乐 现在清楚吗 好 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就行了 那今晚为何会找马师傅聊天 我稍后再问 那个题目 但是我好像从来没跟你提过 你有没有处理过那些凶宅的事件 曾经 凶宅 就是自杀 或者在那里还死 或者他杀 对了 怨念而死的任务呢 有没有处理过那些凶宅事件 凶宅 那我去看完之后 跟他开弹 谈你一下这些 常做的 要很难一点 有人问我我就去做 这些有做的 有做的 有没有说香港是真的自杀过的 烧炭过的有事发生 师傅 帮我看看 我相信有个灵体在那里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呢 我组织下来 因为有时候做了这么多年 有时候太多地方去 外国肯定有 肯定有 嗯 是 香港我还不太记得 不太记得 也有有有有有 在西贡的地方 已经很久了 是吗 我们把旧屋建立了 这件事 在说三十多年前 哦 OK 不要紧 我们慢慢再谈 或者你勾回去 买回忆的回忆 那我今晚想找师傅谈 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能够 灵意旅游部族 除了是 台湾 泰国上去之外 下一个目标就是 至少是越南 我都说过了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越南 想了解多一点地方的事情 今天突然想起 师傅都应该处理过 一些与越南有关的 降头事件 是吗 三几宗 三几宗 是的 以前越南 现在叫安南 嗯 安南的降头都是 就是骑术 这种东西都很出名 是的 因为山区多 也有很多小数民族 嗯 其中有一次 我说过一次 好吗 好 来来来 英国有个 越南的华侨 嗯 那时候大逃亡 他去了那边 大了就自己做生意 就是说做餐馆 嗯 他那个太太 跟他一起做餐馆认识 后来熬得差不多 我听过才知道 他自己开了一两间 好像两间 是 那他这个南侍主 那个越南人的南侍主 因为他太太是香港人 嗯 就回去越南 很多亲戚 因为对他现在的太太 就不是那么喜欢 嗯 不太喜欢 他三几次之后 我听他这么说 就是说其中一次 他回过去之后 他去越南 探亲戚回来英国之后 嗯 他就发癲了 发癲了 就一听见他的声 说你见到他的人 他就想杀了他 或者是吵得很厉害的 是 不听见他的声 他就没有东西 他就问那些伙计 他都正在做事 嗯 这个就是 呃 这个个案就是这样 他就 在当地找不到人 去帮他处理 他回到香港 找一些亲戚朋友 都没有 找到大陆 反而在大陆有一位 有我的电话 曾经找过我做事的人 哦 就介绍了 给了个电话 他就叫他一定找我 哦 那这件事发生 我想起码都十六年 十六七年前的事 是 起码都有那么长时间的 那么他就走来找我 我 拿到他 先生的八字 我看过 是真的中了邪了 是哪种类型的呢 他是中了越南 疑似好像迷心法 就是好像有些 呃 我们叫做 可能他有些鬼仔 那样上一身 一见到他太太 他就会杀癫的 又要杀他 又要打他 总之就是 嗯 很害怕 就变成了这两个人 是 那就是 那我就飞过去英国 那他在做这件事之前 找我呢 他找完我之后呢 他去青重管求过签的 哦 问请我去 我不可以帮他先生 解决到这件事 哦 就是double check out 先问大臣 这个师傅行不行 哈哈 ok 就是这样 那就是 没有问题 那我就 就是跟他过去 那我要求就是 一定他找一个亲戚 男的亲戚跟我去 因为你女人请我 我不知道你去到什么情况 没必要误会 是吧 那他找他亲戚 那他在深圳 那他就来跟我一起上去 过去英国 那就是 去英国之后 就跟他解这个降头 就是要安岚降头 那难不难搞呢 基本上 我搞了三天之后 他请到我没事的了 已经已经请完了 哦 那我送了 就是请了个师傅走 因为不方便 放在家里 要这么久的时间 那天我做好一些事情 晚上约了个事主 去喝咖啡 他去收工 等他 就见面了 大家认识一下 因为当时我做的时候 他的事主不在现场 我只是拿一件衣服做的 因为他在发疯 你根本就不可能去见他 是吧 拿一件衣服做得到的 我正在英国那里跟他做 做完他醒了 我就才见他 那天晚上 对方的师傅就放一些 是的 我们叫做放一些鬼仔 放一些 总之的古灵精怪 来搞了 是的 一定会 直接对付我的了 直接对付我的了 这样 那问题不大问题 但是其实在越南 解决了它就可以了 降头有没有说 跟泰国 马来山下 有没有说特别不一样 或者大家要留意 就是在越南那边的事情 有没有留意 怎样的呢 他就单纯一些 就是越南一种 就是一种 降头 其实很多小数民族都有的 例如我们 湖南 埃近 越南边界那边 港西也有很多 动族 泰族 什么族 小数民族都有的 降头师 其实是一个祭司 每条村里都有一个祭司 是的 那么 它就没有沟得这么杂的 但是我在马来山 或者是印尼 菲律宾那些 它们沟得比较稼的 在非洲的那边 混了久了 哦 那边也会有的 有的 当时搞他这个是亲戚来的 就是亲戚请人去做的 是 醒了之后查清楚 就知道这件事了 就是这样 这个好像 那是不难的 是的 我听到师傅说 又不难 有没有 就是越南那边 有一件事很难搞 或者是 很坚的 很坚的 就是在加拿大 嗯 因为加拿大 现在很多越南 华鳅 哦 是的 是的 那我大概03年 就是沙士那段时间 不知是2003 我忘记了 我过去那边 有人请我过去的 嗯 当地 知道有个师傅来了 过来 见识一下 或者是 认识一下 这样 当时很多人请我做事的 嗯 其中有两单 先讲一单 是他做生意 做得很大的 经常都越南 加拿大走来走去 我已经提醒他 就是我在查到那些问题之后 我已经提醒他 千万要回越南 一定要注意小心 嗯 都搞到很麻烦 家里又整天吵 生意又一落千丈 那些女儿 小孩又不听话 总之 有时候很难说 不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 就是这样 是 那么 我第二次过去的时候 他就找我了 我去他看完 我帮他开了 处理好些事 女儿乖了很多 不会说他太危险 不回家 或者是 拍照都没有了 那这个之后 跟着陆续续 都顺利了很多 这个就比较 就是他很多都会有一种 疑似一种迷心 搞到家人 每个人又吵冤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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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挑拨 但是瘦了降头的人 你怎么看呢 就是当时可能会不会 皮肤出现什么问题 或者是整个外貌 就是这些有个乱说的 这些有个乱说的 它会令你有病 肉会烂 真的会 那种是另外一种 那种是另外一种 有些会令你瘦 吃不到东西 他种了疑似蛊钢 就是那些虫 我们叫蛊钢 他种了一段时间 吃食物的营养 给那些虫 蛇童鼠蚁吸收了 这些大家都知道 他侵蚀五臟六虎 他就会消瘦 在面识气息 他看得到 而且如果你的师傅 是有那么多份量 他一见到你 他通常都避你 他不会 摄高头望人 日头都摄高头 就算不是我们 他日头出去也好 他不会正视人 这样就看得出 如果这么说 很难特别划分到 越南的钢头的特色是什么 其实都是东南亚一带就差不多 他没有太夸张 我预计这几个都没有太夸张 其他人没有太多人能预计 这个真的很难说 因为没有直接 再有其他几次 他会比较特别一点 总之是邪术 他都会控制到你的 或者是令到你生意很差 或者令到家人出事 病 验疾都验不到 通常我们会想一下这些 所以就会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或者令到家人家吵枯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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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不好 总之有很多东西 大家苦惯感情就会分开 不影响 OK 今天师傅 好 今晚多谢你的回应 没这么说 OK 谢谢 下次再谈 好 拜拜 拜拜 不用怕降头的 我又觉得 不是不用怕 而频率不至于这么高 或者没有做到任何一些在伤天害理 又或者有时我又觉得很难避 有人妒忌你的 或者在生意上的东西 好啦 不如我们先听了张家费 当时他如何演绎这个个案 即是Gary的个案 看看有没有什么出入 听听 请你不要再提这件事好吗 我们以后都不想再记得 避不避 我现在也有避避的 说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一个朋友 就是一个女性 就是一个成熟的女性 他就说了 我朋友是这样的 他就跟他女朋友结婚 当然又不是很多钱 很充裕 在九龙城的旧楼 就租了个单位 有一天他就开始慢慢发觉 他太太就好像病了 病了之后 他人缺缺缺缺缺 他样子还开始变变的 当然不是变了别人 但是容貌开始有变化 那个情况出现 于是 老公当然是跟他看医生 终于就带他看了精神科医生 精神科医生就跟他看 看完之后 他就出来跟老公说 他说我和你太太看完了 但是我觉得 你不如试试找个师傅看看 精神科医生叫你找个师傅看看 震惊了吧 于是这个作为老公的 死出去了解 找到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就是驱魔大使 然后就来到他家看了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那个师傅就说 我看完了 等我 待会我打电话给你吧 我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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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走了 跟着她老公就听到电话 他说 阿贞先生 你这家屋真的有鬼 但是我想我搞不定 那我怎样 那我老婆怎样 他说 现在呢 你当没听过我的电话 然后回家 拿了一些身份证 一下出世纪 还要文件代好他 接着跟你老婆说 说到街上吃点东西 带你老婆出去 之后 以后不要回这家屋 于是他老公照做 那从此就没再回过那家屋 那但是这家屋 哪个住了呢 不知道 嗯 又有张家辉 以前的个案当中 你知道有时候这些故事 就是传来传去的说话 很可能就 跟原本那个 就真的有点落差 我觉得会这样 因为 为什么他要问 就是有这个故事 原来是后期 他需要拍一部台地区魔人 于是可能收集了 很多这些 另外的故事 在宣传的期间里面 就可能说回 其中一个这样的情况发生 当然 大家听到Gary所说 或者听到 Gary 前妻 Jean 两个都常来说过的时候 很明显 有点不一样 不过就拿了一点花水 听回家辉 演绎 当时他听回 同一个空宅的 这宗故事 不过说住屋上的问题 这件事就真的要追随了 我想我会去看看 为什么呢 不如先听回大概 半年前已经是 这位听众 Karen 她打来说以下 下来的 她这等大厦所遇到的事件 我们先听回两三分钟的回忆 我以前住那里是租的 因为贪他便宜租 方便 香港区下去 什么都有 现在这里 就下去 就算去 所有的家里 什么都要走很远 或者要乘一只 不过 也不贵 哼哼 那里 原来那厂大厦是很猛的 它是什么名字 那里 没有开人名字 开一半 开一点 有个美字 有个美字吗 那里就 登高汽衍附近 哦 那些旧桌 我告訴你,我搬了不久,在同一個大廈,在14樓有人跳了下來 跳正在大門口,因為有很多病,找不到原因,死了太痛 那差不多是病徵,找替身嗎? 不是的,他很重,他很厭世,很痛 即是源頭在大廈? 你即是在大廈? 是,在大廈,因為粵陽那位師傅說,我幸好搬得快 他說,那裡全部搞我都住在那裡 嘩,這麼嚴重? 這麼嚴重? 馬上找一宗新聞 他是12月打來的 這一宗新聞我們看得到,又吻合他所說的 不過,男士女士就調轉了,可能是記錯定點 中聯病韓北角墮樓伏斯馬路,嚇殺街坊 12月16日,就是這件事 OK 詳細資料,是對的 他這樣說是對的,受病魔的折磨 不排除厭世 資料上面是對的 好,那接著有個朋友,他就在我... 咦?打了個名字出來的 因為既然有新聞,是不是? 美麟大廈 明白了吧? 好了,那接著有位朋友,我Facebook 我印刷了,以下這段資料出來 還有有一張照片,挺有趣的 那他就說呢,我想回應,就是這件事件 他說Edmond,說一件事給你知 早前有一位聽眾住北角,中了東西 說要去菲律賓找師傅搞定了那件事 對了,Karen是這麼說的 他說等大廈很邪 他打上來的時候還說,剛剛是空中飛人 其實我住在那間大廈 對了,整間大廈邪不邪就不知道了 不過呢,就有很多宗教單位 初一到十五,管理處的張貼告示 教人在哪層拜什麼廟 你看這件事多古怪 城王廟,關帝安路縣,各有特色 好了,那他真的拍了一張照片出來 就是這張照片了 好了,我們看看究竟在那裡有什麼拜 好,一樓是佛祖和觀音 二樓是城王廟,拍照譜 安路縣,三樓也是安路縣 五樓就是關帝,而九樓就是一個賓館 嘩,還沒什麼都有 即是說,在那裡的大廈 你想想,拜得這麼多東西的說話 其實就應該有很多靈體的朋友 你有神就有鬼 有時候有些廟,不單只是拜神 你也可能會拜其他祖先 有些牌位,一定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我就覺得,不奇怪 你住在那裡,會不會有很多這樣的感應呢 剛才Karen說的那件事 她說她所有的東西都在那裡 嘩,有沒有人住在那裡 至少現在還是 有沒有人可以回應一下 有老人院,我們經常都說 老人院都比較多 有人會去世的情況發生 有這麼多東西拜 見了,有沒有公寧的時間 突然同學走一轉 為什麼我會寫出來呢 因為,既然都找到一單新聞 那是跳樓事件的 那不是說假的 對不對 對了 好了 有沒有人回應 這棟真是陰中之陰 我又不太知道外表會 外觀上會怎樣 但裡面這麼有趣 都是第一次聽 一棟大廈,拜了這麼多東西 都挺方便 他們回應 好嗎 電話我買一隻98844989 稍後回來 今晚我們還有其他話題 等一下會說回空中的飛機上 究竟為何無緣無故有一個鍊 在做什麼呢 等下都可以談談這個話題 還有呢 稍後回來收費時段 我又找到Frankie出來 因為他最近去泰國 跟我們的團去完之後 他又找了一個挺有趣的師傅 一段片 我都沒見過一個 即是 怎樣說 阿讚 不是阿讚 應該是老婆 是一個和尚的老婆 他是找一些神明降生的 是的 有一段片他拍了回來 還有他做了一些動作 我都沒見過 一個阿讚 不是一個老婆 會這樣做的 可以看看那段片 還有他也找了一棵 是拜女鬼的樹 是的 在泰國和馬來西亞邊境 有一個位置 那些人就在那裡 去拜這棵鬼樹 泰國人很喜歡拜這些 也都是搜索號之類的東西 待會我們會聽他 去說一下這件事 甚至乎我們 下一團 明年的團 有機會去到這些地方 都不奇怪 好了 回來 希望可以 看完全集的節目 去我們 在MMPoin.com BigBigAir.com 或者BigAir的手機APP裡面 只要 我答應你 由現在 去到 聽完電郵 好嗎 這段時間 如果你是新會員 的說話 你今晚聽到今晚的 節目 Live 一送一 好嗎 你可以打這個電話 電話號碼 3703 3726 新會員 只限新會員 你現在聽直播的說話 你想立即加入的說話 不如 送多一個月給你 好嗎 3703 3726 去到 Email 完結之前 你可以打這個電話來 好 稍後回來見 恐怖在線